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事故頻傳 銀川燒烤爆炸後 習近平下令全國開展專項整治 網友經辛普森家庭神預言泰坦號 編劇回應 中國電商巨頭Shin和Tamu遭美控違反美國關稅規定 法輪功學員侯力軍遭冤判十年 律師指政治迫害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6月23日 星期五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事故頻傳 銀川燒烤爆炸後 習近平下令全國開展專項整治 6月21日晚 中國端午節前夕發生重大爆炸事件 中國西北寧夏回族自治區首府銀川市一家燒烤店 晚間發生燃氣爆炸 造成31人罹難 7人受傷 該爆炸牽連了當地富洋燒烤連鎖店的一家門店 據當地公安消防部門的筆錄 燒烤店店員在爆炸前一小時左右 就聞到有煤氣泄漏 發現液化器官閥門壞了之後 就讓燒烤店後除燒烤主管去買閥門 回來後 在更換閥門過程中發生了爆炸 據中國新聞網站澎湃新聞引述一名參與現場的搜救人員表示 爆炸之後現場濃煙很大 許多人被抬出燒烤店時已經沒有意識 浑身癱軟 報導稱 據知情人士透露 罹難人員包括退休老人及高中生 爆炸發生後 習近平要求全力做好傷員救治以及安全整頓 並敦促盡快查明事故原因 依法嚴肅追究責任 習近平表示 各地區和有關部門需盯緊苗頭隱患 全面排查風險 它指示有關部門要開展一次安全生產風險專項整治 加強重點行業 重點領域安全監管 有效防範特重大生產安全事故發生 此類工業事故在中國經常發生 通常歸因於政府監管不利 腐敗 雇主削減成本 以及對員工缺乏安全培訓 中國五一假期期間 山東省一家石化工廠發生爆炸 造成至少9人離世 另有3人因直升機墜毀喪命 網友經辛普森家庭神預言泰坦號 編劇回應 觀光潛水器泰坦號失聯4天後 美國海岸警衛隊在其失蹤地點附近發現殘骸區 船上5名乘客被認定全數罹難 令人驚訝的是 網友們最近發現 曾多次預言重大事件發生的美國經典動畫《The Simpsons》 這次又成功預知了這起悲劇 新頭殼引述《紐約郵報》報導 辛普森家庭在1998年推出的《Simpsontide》劇集中 描述了核安全檢察員Homer因在核反應堆裡放置甜甜圈而被解雇 於是他便和父親Mason一同登上深海潛水器到海底尋寶 隨後Homer父子在海底發現一艘裝滿寶藏的沉船殘骸 不過Homer卻意外被困在珊瑚裡 期間氧氣供應還出現了問題 導致Homer昏迷不醒 網友認為 這集動畫的劇情與泰坦號失蹤離奇相似 大區表示 辛普森家庭一如往常地走在潮流前端引起瘋傳 對此 辛普森家庭的編劇兼製作人Race笑道 這是我的節目 但我自己都忘了這一段 不過他也否認自己預言了泰坦號的悲劇 他透露 這段劇情其實是受1995年的電影赤色風暴Crimes and Tide啟發寫成的 我們沒有預測未來 只是根據那部電影製作了一部動畫 巧合的是 類似的事在20年後發生了 不過 曾在2022年搭乘泰坦號觀賞鐵達尼號沉船殘骸的Race指出 他的探險之旅十分平靜 說實話我一點害怕的感覺都沒有 期間甚至還打了個盾 儘管如此 他坦言 這趟旅程應該十分危險 因為所有乘客行前都必須簽署一份很長的免責文件 重要的是 文件的第一頁就連續三次提到了離世一次 中國電商巨頭Shin和Tamu遭美控違反美國關稅規定 美國國會眾議院的一個針對中國的特赦委員會 6月22日公布了一份初步調查報告 該報告詳細介紹了該兩黨委員會對中國快時尚品牌 設強迫勞動的調查的初步結果 5月2日 特赦委員會對Nike、Adidas、Shin和Tamu開啟了初步調查 加拉格爾議員說 這些結果令人震驚 Tamu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使其供應鏈免受奴隸勞動的影響 與此同時 Tamu和Shin正圍繞我們進口規則中 微小的漏洞建立起自己的帝國 逃避進口稅 逃避對他們出售給美國人的數百萬種商品的審查 我們需要認真審視這個漏洞 因為這個漏洞被濫用 使得競爭環境不利於美國公司 克里希娜默提議員補充說 這份報告的初步調查結果令人擔憂 並強調了可能從中共強迫勞動中獲利的公司應該完全透明的必要性 根據該委員會的新聞稿 調查報告的結果包括以下四項重要發現 其一 僅Tamu和Shin兩家就佔利用細微漏洞條款 每天運往美國的所有包裹的30%以上 並且可能佔從中國運往美國的所有此類包裹的近一半 其二 Tamu的商業模式依賴於細微漏洞條款 避免承擔遵守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和其他禁止強迫勞動的責任 同時 依靠數以萬計的中國供應商將貨物直接運送給美國消費者 其三 Tamu不進行任何審計 也不報告任何合規制度 以肯定的審查並確保符合《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 Tamu為確保不向美國人運送違反美國法律的強迫勞動生產的貨物 而採取的唯一措施 是其供應商同意禁止使用強迫勞動的樣板條款和條件 其四Tamu承認他沒有明確禁止第三方買家 銷售基於新疆自治區原產地的產品 法輪功學員侯力軍遭冤判10年 律師指政治迫害 山西太原市法輪功學員侯力軍 4月25日遭綁架後被冤判10年 現已絕食反迫害57天 他上訴後被太原市中級法院非法維持原判 人權律師吳少平指此案是中共對法輪功的典型政治迫害 剝奪他們的信仰自由的權利 明慧網報導 現居美國洛杉磯的康女士 強烈要求中共當局立即釋放他的外甥侯力軍 並譴責山西公檢法司對他的構陷誤判 康女士說 近期侯力軍的家人接到監獄電話 說他身體情況很糟糕 要送醫院了 讓快點去看他 家人去後 侯力軍拉著家人的手哭了 還告訴說 監獄的安指導員讓他罰站30到40分鐘 他根本站不住 家人看到他的頭髮全白了 人已瘦了50多斤 康女士緊急呼籲國際社會營救他的外甥 侯力軍1972年12月15日出生 山西省新州市人 康女士說 1995年12月 侯力軍和他媽媽康舒勤 去廣州參加了法輪功師傅李洪志先生的講法班 在此之前 他已走入法輪功修煉 2002年10月20日 他再遭綁架 慘遭酷刑折磨 後被關進萬博林分局看守所 他絕食抗議105天後逃出看守所 流離失所20年 於今年4月25日再遭綁架 被非法判刑10年 聖誕於地府 魂圖 本身禁止 聖誕 本身禁止 不省 聖誕 本身禁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